第112章 青云榜上 有新人 上 走下石阶 来到神道上 除了南方使团所在的客院安静无声 别的学院门外已是人声鼎沸 道旁秋林里到处都是人影 还有很多人站到神道上 离宫护院 清药十三司以及宗寺所 都有老师出现 甚至还有离宫正殿的教室 也赶了过来看热闹 之所以如此热闹 自然是因为唐三十六清晨去清闲殿前 留在厂间的那句话 那名带着陈长生等人 从清闲殿出来的教室 在离宫里的地位不低 他看着神道嘲乱的景象 皱眉不悦 陈生呵斥了数据 便有学院的老师赶紧出来维持秩序 把那些仕途在神道上拦截 陈长生等人的学生 须到道旁 陈长生三人在神道上前行 数百甚至更多的年轻学生 站在道旁的秋林里看着他们 和清晨时的画面很像 只不过现在年轻学生们的眼光 更多的是不屑与轻蔑 不知道是哪间学院里有人喊道 唐唐 有胆你别走啊 这句话是对唐三十六 清晨那句话的还击 引来了一片哄笑声 以唐三十六的性格 必然是不肯再走 只是那位教士冷冷地看了他两眼 他也不想给国教学院 惹太多麻烦 有些恼火地说道 我就不喜欢被人叫唐唐 见到唐三十六都忍气吞声了 年轻的学生们更是情绪高涨 他们很清楚 那名满脸冰霜色的教士大人 处世何等严苛 没有人敢站到神道上来 却不肯在言语上 放过打击国教学院的机会 陈长生 除了仗着洛洛殿下陈耀 你还有别的本事吗 是不是没有洛洛殿下的安排 你刚才连那十阶都不敢下 也不见得 他还可以把婚事书拿出来当护身符 是啊 徐有荣的未婚夫 谁敢得罪 神道两侧的丘陵里 不时响起酸言酸语 风言风语 满是讥讽与嘲弄 哪有不敢得罪的意思 直到开始有人起哄 他就是个吃软饭的 唐三十六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 陈长生微低着头继续前行 却像是没有听到 双手也在秀中 看不到是何形状 和那场秋雨里国教学院被围攻一样 他很清楚这些敌意从何而来 不是因为清晨的言语冲突 与那名始终没有再见面的 圣女封小师妹也没有关系 只是因为他 那个叫徐又荣的他 然而这件事情偏偏还怪不得他 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他似乎只好沉默地承受着 忽然间那些嘲笑声像潮水一般地退去 陈长生抬起头来 发现神道上站着一位文静贵气的年轻学生 在教室的呵斥声里 在老师们的压力下 神道上一个人都没有 宽直冷清 这学生却来到了神道之上 离公妇院的苏默瑜 苏默瑜先向那名教士行礼 然后向陈长生医手 陈长生回礼 他在离公妇院的地位特殊 与庄幻瑜在天道院的地位相仿 即便是这位握着十拳的教士 也要给些颜面 所以教士只是皱了皱眉 没有训斥 他们的言辞很是无礼 我代表离公妇院向你道歉 苏默瑜说道 陈长生说道 不必 苏默瑜没有让开道路的意思 依然站在神道上 唐三十六微微挑眉 说道 这就是要打的意思 苏默瑜摇头 对那名洛洛派来的教士又行一礼 说道 霍神官在此 我们这些做学生的 难道还真的敢放肆 那名姓霍的教士神情威和 没有说话 不打又不让路 你什么意思 唐三十六的眼睛眯了起来 苏默瑜没有理他 看着陈长生说道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陈长生说道 请讲 你有没有想过 大家为何对你如此无理 苏默瑜问道 陈长生没有回答 因为这个答案非常清晰 大家说的话 虽然难听 又嫉妒的成分 很无理 但不代表没有道理 因为你现在拥有的 怎么看都不应该 是你能拥有的 苏默瑜静静地看着他 说道 因为你不够强 此言一出 唐三十六和轩辕破 神情微变 即便是道旁那些 离公妇院或宗寺所的老师 也流露出不赞同的神情 是的 在青藤宴上 你与苟寒时对而论道 看似诸国教学院 胜了离山见宗 但我不这样认为 我只是觉得你运气好 拥有了很多强大的同伴 洛洛殿下拥有白地一世的血脉天赋 本身便是奇才 而你能揭示他 除了运气 没有别的任何解释 堂堂同样也是青云榜的少年天才 如果他不是太过适才自傲 与天道院决裂 又怎么会进国教学院 陈长生沉默不语 什么叫强 自己强 还要带着同伴一起强 这才是真正的强 这次大潮市 我不奢望自己能进防守 可我希望离公妇院上榜的人数 能够超过天道院和摘星 成为青藤六院之首 但至少我不会拖累离公妇院 而你呢 大潮市的时候 如果你落场考试 还能像青藤燕那样投机取巧吗 博览群书又如何 见识不逊于苟寒时又如何 如果苟寒时不是已然通幼 又凭什么排在神国七律的第二位 便是连秋山君对他也尊重有加 苏默虞看着他神情严肃地说道 只读书篇不实用 这样的人在相熟里能够找到很多 你以为你可以帮助同伴 不 是他们在帮助你 没有他们 你只是个百屋一用的书生 你只会成为国教学院的副类 唐三十六嘲讽地说道 听起来你似乎比我们更关心国教学院的成绩 当然 苏默虞微微仰头 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 我是一个很旧派的人 我像离工和住院里很多旧派的人一样 对国教学院辉煌的过往 无限向往 无限追忆 我们都盼望着能够看到国教学院的复兴 所以我才会专门说这番话 我希望你能更努力一下 希望大潮市的时候 你至少能够洗水成功 就算还是国教学院的副类 但可以不用太难看 说完这句话 他便让开了道路 陈长生很少看到这样认真严肃 甚至有些木讷的人 感觉很憋闷 很无奈 忽然间想到自己 又开始同情唐三十六他们 唐三十六并不认为 苏默渝和陈长生是一类人 虽然都看似木讷 有自己一整套观念并且坚持 但陈长生很少把自己的观点 强加给别人 他知道陈长生的情绪有些低沉 看着苏默渝便更不爽 心想你凭什么就能居高临下地 指点国教学院的未来 他嘲笑地说道 胡扯这些有意思吗 苏默渝神情傲然地说道 什么时候你在青云榜上的排名超过我 你再来告诉我 我今日说的是错的 唐三十六整理青山 傲然地说道 那便站一场 苏默渝神情木讷说道 我不和你打 唐三十六真主 问道 你不和我打 我怎么超过你 苏默渝说道 我答应过院长 大潮事之前 手心仰气 绝不出手 唐三十六大怒 说道 这也太不要脸了吧 离宫赋院的学生听着这话 纷纷出言呵斥 苏默渝却是神情不变 颇有些宠辱不惊的感觉 说道 大潮事上便会相见 你急什么 唐三十六怒道 那岂不是青云榜换榜之前 我都没法抽你的脸 苏默渝平静地说道 你可以这样认为 唐三十六快要憋梦风了 决定不理会那位姓霍的教师 也不去理会道判那些老师 手落在剑柄上 便要去砍苏默渝两剑 陈长生伸手按在他的手臂上 摇了摇头 他看得清楚 苏默渝这名离宫赋院的天才少年 并不是喜欢羞辱对手 只是天生性格就是有些别扭 太过于守规矩 或者说守旧 尊重权威 对青云榜之类的榜单看得极重 却又棘手承诺 不要说此时神道两侧 有很多离宫长辈 不可能让唐三十六动手 就算唐三十六真的拿起剑砍过去 以苏默渝此人的性格 说不定就会站在那里任他砍 而且他这时候的情绪 也有些总是唐三十六 就算把苏默渝砍成一朵花 或者说说出一朵花来 也没办法解决苏默渝说的那个总是 不能修行是他的硬伤 所以他说话不够硬气 所以才会被人指着鼻子 骂吃软饭的 他现在只有想办法解决洗髓的问题 才能够纠正世人对自己的偏见 或者说成见 他才能在大潮事上证明自己 当然在证明自己之上 他参加大潮事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而那同样也要求他必须先解决洗髓的问题 苏默渝今日只是把这个问题挑明了而已 厂间还有个人也很不爽 轩原破看着苏默渝憋半天憋了一句话出来 就你这小鸡身材也好意思叫我们什么是强 你等你什么时候上了青云榜 再来与我谈 苏默渝看了他一眼 转身向离公妇院走去 场间响起对轩原破的嘲笑声 和妖族少年魁梧的身躯相比 苏默渝只是个普通的人类少年 看着当然要显得瘦弱很多 但他那句话却很有力 强终究与身材无关 一个是青云榜上33位的天才 一个是刚刚从红河部落 来到人类繁华京都初学修行的妖族少年 二者如何能够比较 轩原破想了想 发现自己竟不知道该怎样反驳对方 陈长生看着他略带歉意的一笑 便在这时 轩原破听到有人在喊自己 轩原破 那声音很远 很小 但他听得清清楚楚 确实是有人在喊自己 他转身望向离宫深处 有些茫然的问道 谁好我 妖族的耳力眼力都比普通人要强不少 他听到了身影 道旁的人类学生没有听到 以为他在装疯卖傻 像冲淡先前的尴尬 不由哄笑起来 但片刻后 那声音便从离宫深处传到了场间 那声音很清亮 说得很清楚 没有人在喊轩原破的名字 有人在报轩原破的名字 轩原破 京都国教学院 青云148 秋风入林 黄叶沙沙 神道两侧一片安静 轩原破张着嘴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无数双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秋林里的年轻学生们震惊无语 青云榜难道开始换榜了吗 这怎么可能 这个家伙又凭什么上榜